屠殺 因為對空砲台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先拉走 對 人類設這個飛彈砲塔 這也比較少見 因為對手出鳳凰 出了鳳凰 對 因為如果你不蓋對空砲台的話 鳳凰會一直來舉你的 可能會舉礦羅 舉工兵還沒有什麼關係 舉一隻礦羅 就少240到270塊的錢 舉礦羅 這個會不會太殺啦 對 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對 把這個家中的經濟支柱 給它舉起來 對 非常痛苦 所以都會建造對空砲台做一個防守 礦羅看起來也很重 但是還是會被舉起來對不對 對 因為它其實看起來很重 但是其實它還算輕的單位 只有雷神是不能舉的 是 坦克都可以舉 除非礦羅這個 它本來不是有一個外殼嗎 會爆掉對不對 外殼帶著 搞不好不會被舉起來 但是沒有辦法挖礦 是 這邊來做一個牽牙 要往對方的家裡面去了 時間點找到非常巧妙 還有SKTV 這邊選擇 這邊是攀升巨像 攀升巨像有同時人家來打了 對 可是巨像還沒出來 還沒好 那他要打二礦 還是直接打家裡 這邊先來一隻機槍兵 我們先打一個戰鬥標記 往前衝 現在可能要先看一下 你是不是有搶二礦 先瞄一下 拔一下 看到了 看到了 打了個招呼 後面部隊應該馬上就要過來了 這邊的機槍兵 拿出了工兵 然後這邊部隊要了過來 結果上斜坡被立場擋住 沒有上斜坡立場擋住 算了 一個落單的 沒關係 但是你擋住我 我來擔的主堡 如果這個主堡打掉就優勢了 不過我們不打主堡 選擇打工兵了 對 工兵怎麼要往這邊逃啊 這十幾隻工兵想逃啊 但是逃不掉 哇 全數殲滅 全滅 哇 非常非常傷啊 哇 立場放的 三顆的立場 第一顆有點歪不夠 對 歪了 不過還是有打到 截斷拚力的一個效果 這一波有 對方的部隊給殺光了 殺光了 不過這一波還是非常非常的傷啊 我們死了大概十幾隻的工兵 是 不過我真的有一個疑問 一個冒號出來 他剛剛工兵為什麼不往家裡面逃 要往下方去逃 因為只有一條路 他剛剛如果選擇往家裡逃 其實就會直接跟對手的機槍兵 撞個正招 對 那剛剛就想說 先嘗一下 想說你會不會選擇說拆主堡 那如果你拆主堡 我的兵下來就或許可以再 主堡可以撐一下 說不定不會爆炸 會 也許也會倖存個幾隻工兵 這樣子 結果他決定去全速追你的工兵 對 連到這邊不打主堡 決定要殺你的工兵 那這邊聚賞出來了 是不是要趁現在擁有一個 科技優勢的時候做一個反推 來了 那這邊要趕快出圍巾戰機了 因為剛剛一般我想說 這個我的部隊在上方 在家裡 那我的工兵應該是往有部隊那邊逃才對 對 那剛剛賽平搜貝有這樣解說了 往下面逃也有他的一種想法在 是 那這邊是踩我們 分光處旁邊一個石頭點位 是可以做一個進攻 不過上面已經開始了 打下來了 對 這邊的話把他壓了過來 巨像這邊做一個小操作 不過巨像的射程並沒有升級完成 所以 其實沒有辦法隔著遠遠的偷打 是 我講到射程 我們的宗師級的搜貝老師 要跟蹭一下 昨天他講錯了 射程 對 說到射程 追劣的射程應該是6 對 昨天講錯 那蟑螂應該是4 對 在之前這一次改版中 把從3改為4 對 所以應該 所以確實是追劣有一個射程 距離的優勢 不過是6 6比4 所以是他改版沒有通知你 看你講錯了 沒有 是我口誤 是是是 不夠用功 那我回去多讀一本書這樣 超佩服我們的PTT的鄉民同胞們 哇 高手一大堆 馬上就聽出來 馬上都會發現 對 所以我回去後來看一下 就發現 對 果然是講錯了 這邊 這邊來了 相遇了 不過主要是兩隻的鳳凰 到現在還沒有死 不斷就做一個偵查 這個iPhone2用很久 對 真的用很久 不過他也不出圍巨 因為我知道打巨像要圍巨 戰機嗎 有了嗎 對 有了 剛剛出了一台 不過數量還並不多 並不多 所以看一下 現在兩邊都在中間 再做一個聚集 那經過了 剛剛短暫的交戰之後 Nano剛剛可能壓力有點大 不太敢補公兵 所以公兵的數量 龍龍這邊又重新超前了 空降了 空降來了 來了 這是一個雙線 這是Nano現在常用的一個戰術 空降的同時 正面做一個推進吸引你的注意力 來了 那龍龍這邊有沒有發現 我要正面做一個吸引你的注意力 不斷的吸引你的注意力 那這邊做 這邊是成功的吸引到對手的注意力 但是對手一路追著你走 對 那加裝的防守現在變得很關鍵了 哇 直接壓在家裡面了 直接壓在家裡面了 部隊要散開做一個操作嗎 對 三隻圍巾戰機可以打巨像 對 但是重點是 這邊有三隻的巨像是在打你的 機槍兵器掠奪者啊 好 守住了嗎 哇 所有的部隊是死光了 兩隻巨像 長腿妹妹倒啦 對 倒了 而且圍巾不斷的在打你的巨像 這邊又傳了一點冰出來 正面做一個交戰 哇 他巨像 巨像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衝到這邊的部隊 用狂安士出來做個掩護 不過主要是 追力要幫忙掩護一下巨像 因為巨像不能打圍巨 對 巨像他雖然長得高 但是無法打空中的部隊 他只是貌似很高 但是還是會被空軍打 非常痛苦 那這邊狂安士選擇後退了 哇 這一波的交戰 這個戰士出歇 那我們再回頭看看 剛剛偷偷空降的呢 對 剛剛空降的部隊 是已經 應該是已經拉走了 不然就是被殲滅 不過剛剛那波空降 有達到很大的一個效果 對 把對手的攻兵殺了大概十隻 所以其實雙方的攻兵 雙方現在右邊回差不多了 右邊回差不多了 那這邊的話 正面要做一波交戰了嗎 兩邊都不太敢做一個會戰 非常非常保守 雷達一個掃描看一下 對 那各位觀眾 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個飛在空中的是軍工廠 對 這是人類的建築物可以飛 那它飛的是什麼用意呢 它飛了就不能蓋東西了 不過因為建築物的血量 是比較高的 所以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偵察單位 很大的當偵察機來用就對了 對 雖然飛得慢了點 不過是擁有1250滴血 對 非常凶狠 這恐怕也不是這個遊戲 剛開始設計給大家這樣用的 但是我們的玩家實在太聰明了 對 都會善加利用 要補出來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軍工廠 不需要用到軍工廠產的冰喔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飛了起來 對 它還可以空中甩尾 對 它可以甩尾 左晃右晃 好 那這一波神族 也有掀一些冰出來了 對 主要是這邊的話 接下來就看喔 接下來雙方的一個操作 那這邊是想要打通雪山隧道 做一個進攻 不過我們有被軍工廠看得 非常非常清楚了 有在看 喔 停在這邊喔 打一打停住了 可能是改變主意嗎 喔 停下來去個便當先 對 休息時間 對 放飯了 還是決定打了 對 決定還是要打穿 打通雪山隧道 對 主要是人類這時候 因為搶下自己的山框 當你打通雪山隧道 如果做一個雙線的進攻 其實會讓人類比較難做防守 嗯哼 對 打通之後 只能可以直接打你的本營喔 對 不然我們就可以繞路 打你的山框也可以 這邊要來做一個空架 同時正面也是在做一個會戰 一樣喔 吸引著注意力 喔 來了來了 但是這邊有發現 有發現喔 撲隊就回來了 哇 這邊 自己直接傳兵 對 四隻狂戰士 對 四隻狂戰士 然後來追劣 大龍追劣過來 還有硬點 喔 想逃 敢把兵載起來 想要逃走 然後就會被急墜 不過我們這時候趕快壓到對手了 斜坡下面 喔 喔 選擇又拉走 我們看到對手的兵力 可能認為評估現在還打不太贏 對 主要是那個評估 要不要往前壓 對 是對了 對 而且這下其實我們有山框喔 不過我們這一段是怎麼一回事 我忘記了 哇 你怎麼把我留在這邊 整個給他遺忘了 哇 這個部隊 三台 大家有兩三台的圍巾 和兩三台的醫療體 就這樣子送給了對手 整個忘記了他的存在 對 不過我們現在這邊 SATB馬上 掌握了時機點 這一個打通之後就恐怖了 直接 30分鐘到你家 對 直接就往你家推了 那這邊馬上兵也拉了回來 我們看到小地圖上面藍色的 是已經 推了回來 好 雪山隧道打通了 宜蘭到台北 對 很快就到了 對 直接要衝過來了嘛 那家中在生的是暮光議會 前面有了 我們的交戰兵已經散開了 就看這個大會戰了 立場放下去 德國圍巾戰界 數量並不是很多 而且對手的巨像也並不多 圍巾在上面偷打 對 三隻圍巾 可以打巨像 對 三隻圍巾可以打 巨像 醫療體 醫療體 醫療體走太快了 沒關係 我們後面的兵力 壓過來 後面也有 也有醫療體在不斷地做一個補血 壓過來 哦 又是 我們直接把對手的兵力 直接做一個拳尖 巨像全部死光 人家過來 可以直接推進主堡哦 哇 藍色的人類 Xeno 橘子熊隊 林勝八敗的 他要開湖了嗎 大優 現在是一個大優 我們的人口 已經有50兵分兩路 非常聰明 先猜分框 其他部隊守在你的斜坡下面 不讓你做一個支援 哇 這個應該是要獲勝 沒有錯了 這是一個大優啊 是 林信宇選手 林勝八敗的Xeno 職業生涯的第一勝 是不是在五分鐘後就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龍龍的左手已經舉起來了 對 我們畫面上看到的是 耀眼太陽神的SKTB 然後黃柏榮 現在基本上已經是 做最後的垂直的掙扎 兵壓了進來 要做個甩槍 打出了GG 是的 那橘子熊隊恭喜 Xeno 林信宇選手 生涯首勝 終止了八連敗啊 心中此時百感交集 是不是要掉眼淚了呢 要不要爆一下那個 帥哥教練一下 哇 真的 他也算是 群手裡面年紀比較大的了 放棄了百萬年薪 加入了職業電競選手的 行列當中 前面八連敗 零勝八敗 受到其實還蠻多的冷嘲樂諷 當然鼓勵也有 結果終於在這場比賽 獲勝了 開壺了 至於SKTB 黃柏榮 則是變成零勝四敗 他則是還沒有開壺 哇哇 Xeno 綁橘子熊隊 拿下了第一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